我的聲音可以很百病你們知道嗎 我會學汽車的聲音 我會...我會BBOX 你們相信嗎 來囉!BBOX喔 BBOX 有沒有看到 我小提琴很強啊 小提琴 小提琴 我唱女生的音可以很高 張惠妹喔 好不要張惠妹 我唱阿妹的好不好 一樣對不對 好 我唱 我唱蔡依林的 超像的 預備 請 Wake up 你是她藝術家 你只是創作的愛無價 Wake up 別再做四三角 你是沒有那麼愛她 SMA是女生的一 小的應該變成愛完生 Go get Go get 那就不能讓 為那次誕生 有沒有看到 我們來就更強了 我會同時鼓跟吉他跟Bass 你信不信 一個人三個樂器超強的 預備 7 1 2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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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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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你們這些你們去看別人的演唱會有一個人要偷掉嗎 為什麼要我偷掉 我真的沒有 不行不行不行 我不能偷掉 因為 我有三個奶頭 我這邊還有一顆 所以 不可以看 你要看別人要去那個 美國那種世界真奇妙的那種國務館 你會看到我 看會誰 三顆奶頭 好不好 不能看 不敢看 好啦 其實 今天還是要唱一些歌 然後 一樣 如果你們今天看完演唱會 有一天有人告訴你說 樓志祥不會唱歌 你要跟他說 神經病 對的 因為他沒有看過我的表演 所以他可能會覺得我不會唱歌 只會跳 就是唱快歌 那其實 我要跟大家說的就是 其實 唱慢歌的時候呢 有很多時間就是透露我的內心想要表達的一些事情 可能我不會寫詞 但是我都會跟寫詞的人聊很多我個人的事情 那每一首歌都是從我的內心去跟這個作詞人說了很多我的故事 他把我的故事整合起來 然後寫成這些歌 那每個人都會有失戀的時候 也有失落的時候 那每個人都有寂寞的時候 那有很多的情緒都會在不同的時間跟不同的狀況發生 然後唱出來的歌曲 就會非常的不一樣 你可能心中不只有喜歡我的歌 你手機鈴聲有可能是你很喜歡的 誰誰誰的歌都有可能 不管是中文歌也好 或者是英文的 韓文日文都有 但是你一定會覺得說 這首歌對你的感覺一定有中 哪一句歌詞 你覺得哇 這歌詞我中 我很喜歡 所以現在這個階段的一些歌 我希望 有一些歌可以跟你們達成一些共鳴 也可以讓你們跟我一起唱 首先 表演